美方声称要竞赢中国 但不寻求冲突 实际上美方所谓的竞争 就是全方位的遏制打压 就是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 美方口口声声说要遵守规则 但如同两位运动员 在奥运田径场上赛跑 一方不是去想如何跑出自己的最好成绩 而总是要去绊倒对方 甚至想让对方去参加残奥会 这不是公平竞争 而是恶意的对抗 犯规了 美方所谓要给中美关系加装护栏 不发生冲突 实际上就是要中国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 但这办不到